凭无双获得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提名的艺人张静初 3月7日下午 先生香港商业电台接受访问 张静初表示 看到提名名单时震惊了 因为无双破纪录的入围了那么多个奖项 觉得很幸运 那你自己有没有信心 哪一个影后呢 我谈不上有没有信心 其实我觉得 还是要看 每个人拿到的这个考卷都不一样嘛 就是还是要看 就最后这个到底 空间 发挥空间有多大吧 不管怎么样 我的这个虽然是一个商业片 虽然演了三个角色 但是说实话 并不是一个女主戏 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说 好像我没有去期待 说真的能拿到影后 对 我没有 刚才是不是也说 看好阿萨她们 我觉得可能 三夫 沦落人 我觉得可能都是很强的 在演员的这个可能性上 我认为是 但是发哥说最看好你哪一个 当然因为我们俩熟嘛 对 还有就是他可能 对 我觉得 我完成的 我完成的也不错啦 对 另外 周润发和过富城 这次也同时凭无双 提名影帝 张静初称 两位演员是双黄蛋 他们是一体的不可替代 那张静初 你的妈妈是发哥的粉丝 会不会自己给发哥加点分呢 张静初就笑说 不要让他得罪人 我觉得真的 真的都是不可替代的吧 比如说 其实从角色的变化来说 当然我觉得 郭富城的这个角色变化更大 就是因为他前面那么怂 后面那么 但是发哥呢 我觉得他是不可替代的 就是你很难想到 第二个人能演发哥那个角色 就是没有人能演 所以我就觉得 这种不可替代性 才是演员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吧 此外 最近正忙于拍戏的发哥 在片场时不小心发生意外 左边额头头破血流 要缝五针 张静初 你有没有关心一下发哥呀 我不知道 我刚刚听你说我才知道 所以我待会肯定要找机会 赶紧问候一下 模方全媒香港报道